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陕西的汉中 今天咱来品尝一个汉中当地的特色早餐 叫做掠阳罐罐茶 是产自掠阳县 提起茶我就非常好奇 为啥这个汉中人一大早要喝茶 但是当我搜了一下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它跟咱想象的 平常喝的茶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你喝这个罐罐茶 搭配另外一个小吃 叫菜豆腐结解 今天阿星就来到这条街 看到有一家叫酒园罐罐茶 走 咱去尝尝 我也是第一次喝看看什么味 这个是结解是吧 嗯 这个就像面条一样 是面条 它是粗粮还是啥 玉米面 是玉米面 看着就像玉米面 好 然后一煮 嗯 这是罐罐茶各种调料 嗯 不错了 这里头都有啥东西 这个是麻花 嗯 豌豆 豌豆 还有啥 鹅头 鹅头 嗯 这个是葱花 葱花 鸡蛋 哦 这个是鸡蛋是吗 嗯 哦 还有豆腐 嗯 还挺丰富的 罐罐茶为啥要叫罐罐茶的 它里头有茶叶成分吗 茶叶火香 嗯 最糟 嗯 是用我一种 吐罐的 哦 吐罐 茶叶火香 最重要的是这两样 那个是 焯过大香 葱姜 嗯 然后里头有面糊糊是吧 嗯 哦 所以看着像那个 嗯 像粥一样是吧 嗯 阿星也是第一次吃这个菜豆腐 姐姐 吃这个菜豆腐 姐姐要搭配各种小菜 大概可能有个 十几种 小菜打完以后我这一套就起火了 里头有茶叶和霍香 确实是这样子 闻起来特别 有一股那种 霍香蒸鸡水那种味 然后再喝一口 一股特别重的霍香味 好像还有一点点那种 就是浑香之类的调料味 然后就是喝起来的口感 特别像油茶 配料还是特别丰富的 这个形态真的是特别像油茶 里头也有这样的麻花 而且是这样麻花碎 这个味喝起来就是油茶 但是我觉得它要比油茶要健康多了 因为里头有霍香 今天我这个嗓子刚好不太舒服 喝完这个应该能感觉好一点 菜豆腐姐姐一听名字就非常的直白 这就是菜豆腐 然后底下就是这样的姐姐 这样吃上去是没有啥味的 必须要配这个小菜 特别的筋道 但是这个厚味有点酸 可能就是它粗凉的这种本身的酸味 我先放点姜水菜 在汉中地区姜水菜也非常的受当地人的喜欢 尤其是姜水面 我突然想到这个跟我们上次去陕北的时候 拍的那个敏捷特别的像 但是这个比较长 敏捷就更短一点 再尝一下这个重头戏 就是里边的菜豆腐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豆腐 太香了 我最爱吃里头凉拌茄子 再来点 而且这里头有货香 肯定对人挺好的 虽然是吃早点 但是我们还是来得有点晚 这会是10点多钟的 就是人比较少 它里面的油有个啥 放那个腊肉 因为肯定我自己做的种冰刺 这样子 也就是说 这个在略阳当地的话 还会放一些腊肉进去 叫腊肉的沫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东西放腊肉不好吃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顿早餐我就吃完了 我觉得无论是罐罐茶 还是这个菜豆腐结界 都非常的健康 菜豆腐结界是粗粮 然后这个罐罐茶里头有货香 还有一些中药的调料 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口味它是大众口味的 我来吃之前 我还想万一我吃不惯怎么办 但是我吃起来感觉还OK 所以说大家如果来到汉中 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小吃 好 那我走吧